4月26日的Player Studio 我是YT 上集跟大家介紹了遊戲王 Rush Deal 今集繼續跟大家介紹卡遊戲 今集又是新的卡遊戲推出了 所以跟大家介紹 而今次新推出的卡遊戲就是 就是這款Degimon 這款卡遊戲 這款卡遊戲 這款卡遊戲是數碼暴龍的全新卡遊戲 由Bandai推出的卡遊戲 與Battle Spirit BS同一家公司推出 這款全新卡遊戲的玩法 稍後我會盡量介紹一下玩法 現在事不宜遲 跟大家開啟這盒Starter 給大家看 先介紹一下 好了 現在我桌上已經給大家看了 這三盒的Starter Deg 其實這次的Starter Deg 分別推出的就是這三款 包括有紅色的 阿古獸的Deg 即是戰鬥暴龍獸 藍色的鋼鐵加露露 還有黃色的天使獸的卡組 這三盒的卡組 究竟裡面有甚麼呢 裡面有收錄甚麼卡呢 開啟給大家看看 先給大家看看 這三盒的Starter Deg 好 首先看看的是 一副卡組 總共五十隻 連同四張 這個數碼彈 先給大家看看這三副卡組的卡 好 首先由阿古獸看起 數碼彈 四張比歐獸 四張阿古獸 成熟旗 暴龍獸兩張 戰報四張 兩張這個戰報 四張太一 然後是魔法卡 連同兩張這些 這些是指示卡 一副卡 一副卡中五十隻 一副卡中五十隻 好 阿古獸之後 就讀加暴獸 那 鋼鐵加露露的帝 是怎樣呢 那 讀國獸四張 加暴獸四張 加露露獸兩張 仇人加露露獸四張 對 港鐵加露獸四張 石田大禍四張 然後其他魔法卡 連同 能源指示卡 對 這副是藍色的 最後就是這個 黃色的帝 天使獸的卡組 首先 成熟期的 成長期的 這些 巴達獸四張 兩張天使獸 這些成熟期 完全體的四張神聖天使獸 天女獸四張 高石猫 還有兩張神聖天使獸 兩張神聖天使獸 四張高石猫 然後 魔法卡 也是 還有兩張指示卡 這些能源指示卡 好 那跟大家略略看完 這三個卡組裡面的卡之後 跟大家說一下 每一款卡 其實這款卡遊戲 分別 分了 三種卡 包括 一種的 一種的 魔法卡 人物卡 和精靈卡 精靈卡 都分了幾類 包括 究極體 完全體 成熟期 和成長期 包括成長期 包括這四款 成熟期成長期 完全體 以及究極體 只有四款 對 除了它的攻擊力之外 亦有進化後的負帶條件 當然亦有數碼彈的卡 數碼彈的卡是怎樣用呢? 轉頭來教大家玩這卡機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一說 另外說一說 微實一副卡組有54枚 連數碼彈是54枚 主卡組有50枚 另外多了四張的送碼彈 其實開一副初碼彈未必足夠 如果有些卡要齊四的話 基本上開兩副 其實你看到戰鬥暴龍獸和暴龍獸這兩張卡 只有一盒只有兩張 如果真的要齊的話 至少一定要開兩盒 其實現在這一副初碼彈不是特別貴 相比一下這一副初碼彈 現在日本正在做500日圓的價錢 大概港幣計算是40多元左右 其實現在香港的店舖在賣50至55元一副 這是平均價 所以相比起 以現在這個數碼暴龍的遊戲來說 這個卡遊戲來說 也比較便宜的 據我所知 接下來五月份都會推出這個數碼暴龍的增加 大概是200多元左右 一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的價錢 就已經可以玩到這款卡遊戲了 我相信這款卡遊戲會不會出發 也是為了讓新手容易進入坑 容易玩卡遊戲 所以才會出這個價錢 好 不再跟大家說廢話了 事不宜遲 跟大家立即進入 這款卡遊戲 如何玩 現在透過這款卡遊戲 教大家試一試這款卡遊戲 卡遊戲分別有浴城和進化的系統 非常有趣 首先把你的DAT洗好後 DAT面5張送去Damage Shown 然後每人抽5張牌起手 然後開始遊戲 首先在你的遊戲中 首先在你的中間位置 就會有一個叫做精靈彈的區域 四張精靈彈 首先揭開你第一張 開始你的局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把你手牌 一張條件 按照條件進化的 一張精靈卡 一張Degimon 一定是Lv.3的 進化上去 記住 進化的Lv.3 進化的怪 都會有一個進化的Course 按照進化Course多少 你就要給上它的Course的數值 例如這張亞古獸 數值為0 然後進化之後再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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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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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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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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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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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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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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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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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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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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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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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 2 2 當然你可以用怪獸去阻擋 怪獸去阻擋就是 計算的Degimon的攻擊數值 作為拼點 大家留意一件事 剛剛講的Candemic Zone 如果是Candemic Zone 即是Degimon 它的拼點數值就會由 揭開的Degimon 拼點數值去計算 就像現在這樣 這樣拼點數值 又會由那張卡消除 補充一點 剛才的Turne裏補充一點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剛才藍色的1點數值 當它召喚了Candemic Zone 它就會直接跳到橙色的5 直接跳到對面的 直接過了對面的Turne 所以其實這遊戲 進化比的Candemic Zone 都很講求的技巧 不是說你納亂進化的 或者納亂出怪的 如果你給了一個高Candemic Zone 這個數值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過了對面的Turne 直接過了你的Turne 給了魔法卡 給了任何的魔法卡 都是要使用的Candemic Zone Test我不多講了 可能大家都要自己上網 找一些中文卡表 去檢查這個Test 其實官方也很好 出了一個中文卡表 讓大家去檢查中文卡的Test 每一張卡的Test 效果 發動了魔法卡的技能 支付花Cost 去給魔法卡技能 當然啦 魔法卡的技能 只是一次性的使用 使用完之後 就直接送進去 這隻Candemic Zone 這隻Candemic Zone 會有Main 1和Main 2 好像遊戲王 有主要階段1和主要階段2 主要階段1和主要階段2 Main 1 打完之後 就會進入Battle Phase Battle Phase 結束後就會進入Main 2 可以進入Main 2 也可以進入Main 2 進化步驟 當然一定要看你的Course 數值夠不夠 使用 你可以進入Main 1 開完魔法卡 打完 直接進入Main 2 再進化步驟 然後 對面Turn 這個是按照你的Course 或者你的技巧 來使用這個 而使用Main 1和Main 2 使用Main 1和Main 2 有些卡的進化 有些卡本身有進化完 按進化完技能就是 你進化的那一回合才可以使用 還有一張魔法卡 就是這個人物卡 人物卡 例如八神太一這一張 這張是人物卡 跑上場之後 就會設定在場上 在整個 整個 整個 回合 整個 遊戲完之前 你那個 人物卡 都可以 保持著 效果 然後 跳回對面Turn 對面 也是 吃這個傷害 打你 或者你打對方 都可以用回你的生命值 去吃 這個傷害 或者用 Degimon 去阻擋 按照這隻卡遊戲來說 有防禦 也有攻擊 但留意一下 攻擊了的Degimon 是不能夠在對手Turn 做防禦 對 所以留意這一點 每個 間接都會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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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都會有一個進化 我叫他進化 進化 面對面 其實 有一個 登場 有一個 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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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開這個BOOSTER PASS的時候,我會再跟大家說一說 這隻卡遊戲,其實它的傷害數值 其實它去到0 其實去到MING2,我看到對手已經進化了究極體 不是說沒得打的 因為剛才說了,進化了究極體 其實它進化了究極體的時候,它都是防守表示 因為它打了,防守表示進化 所以,其實 它可以擋 看看對手是否選擇吃傷 正常來說,這個步驟 它打的時候 吃兩傷 由於我還有一隻Degimon 這隻卡遊戲的勝負關鍵 就是 打完所有Demason的卡落坑之後 再攻擊多一點數值 當它變零的時候,再打多拳就為之勝出 就是這隻卡遊戲的玩法 看完這隻卡遊戲的玩法 其實也看到 非常有趣的卡遊戲的玩法 其實也沒有想過會這樣玩的 都比較簡單易明的 玩法基本上都是這樣 好,今集到這裡 有些什麼在這段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和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acebook專頁出去 還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的IG Instagram 想知道有什麼新奇有趣好玩的玩具 或者新玩意遊戲的話 記得留意我的Player Studio ولar